今天有我們台灣的南投縣長也來了 喔齁 許縣長也來了 很感動啊 在自己家鄉看到自己同胞啊 那後面那裡啊全都是什麼 很多都是我們台灣同胞啊 那這幾天啊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我們南投縣長許淑華的原因 是因為這幾天叫做雙湖論壇啊 那雙湖就是西湖跟日月潭 好各位韓國人剛剛還發現了 後面有很多也是從我們台灣來的年輕人 前面這一排好像都台灣來了 所以你看大陸很慘 好慘到都非常多台灣同胞都來到這裡 然後集聚在一個小小的村落 突然這裡都熱鬧起來 好各位開幕式表演 很會倒喔各位 來 各位 來 各位 我們的許縣長喔 來 各位 我們的許縣長喔 來 各位 我們的許縣長喔 接下來未來呢 我們能夠看到台灣基地呢 在特點可以不斷地突化成長 希望呢 也能夠帶動兩地 更多的親眼 兩者互相的休息跟交流 耶耶耶耶耶耶 我們台灣同胞耶耶耶耶耶耶 很多都是我們台灣的同胞 太開心了 好 各位 給大家看喔 這還有燒烤喔 這個應該是雞腿肉對不對 對對對 喔 雞腿肉加大蔥 還有牛肉喔 還有這個應該是海蝦 各位 我們接下來要把我們的串串阿 給我們這次的領導朋友們 喔 然後我們會有我們的漢福小姐姐們 帮我們送上去喔 耶耶 唉呀這個 封面完了 完了 絕對 百萬觀看 對啊 你看那個都是石肉 我們讓大陸朋友們 因為現在可能還沒辦法去台灣啦 我們來吃吃看 你看台灣的雞排喔 你看還有人一直說 韓國人都一直拍台灣不好的 沒有啊我也是請人家吃雞排啊 對不對 是不是假的嗎 很香嗎可以嗎可以嗎 好吃喔 欸日本人欸齁 喔這裡可能要 那個巴嘎喔 好吃嗎 好吃 好我來吃吃看味道正不正宗 哈哈哈哈 味很漂亮喔 正常要介紹就知道嗎 可以可以 可以介紹 對就是這個味道 我跟你講這就是台灣小朋友 有時候下課小學的時候 下課旁邊都會賣這個 然後我們就是拿一個這樣子 小時候 有汁水對 那是幾水喔 雞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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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會看到老闆每天都在那 打雞 對一直在打 活動結束完 就跑去山東人的家蹭飯囉 哇各位太感動了喔 今天竟然在我們表哥家 看到我們的山東叔叔跟 山東美女阿姨姊姊姊 唉呦 欸好喔 不要介紹我 沒有介紹我 喔喔喔喔喔 因為你素顏 對 不是太感動了 下課旁邊阿姨 哎呀不會啦 我太久沒有吃家常便飯 就是一直吃外賣 看到這樣會覺得很感動 不要哭不要哭 來 真的無法言喻 對 哎呀各位來來來來 我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山東同胞 據說這個是山東最流行的一道菜叫做豆爵子 豆爵子 整個中國的哪個省的症狀率最低嘛 就是山東 因為大家都吃這個豆爵子 這你們也吃不辣對不對 因為它吃不辣 對 就一天三頓的吃豆爵子 哦 曹餡牛肉 曹餡這個餡很誇張 是日本有8%到90%的棺材 是曹餡生產的 所以去朝鮮真的就很多賣 賣棺材的賣漢頭的 所以每四個日本有一個死的人就是要睡 要用那個朝鮮的棺材 對 有有有 我有去過朝鮮 我哪天帶你去預訂一個 好 好好好 可以可以不要嗎 你帶我去看房 可以帶我去看那個幹嘛 哈哈哈 哇 來來來 終於看到我們真正的山東打饅頭 山東饅頭 哇 阿姨做的山東饅頭 怎麼就結串了 我要說是我首樓的 哈哈哈 用腳踩是不是 然後阿姨說 這個呢 才是最自然的饅頭 所以才是呈現這個顏色 然後如果說你在外面買的話 會呈現這種白色 為什麼是這個白色呢 請一個山東大表哥來解釋一下 哈哈哈 真正的饅頭是今天麥子的原色嘛 就是說那個那個黃色 才真正的本來原色 對 然後呢你現在那個白的 可能裡面會放一些好看的元素進去 對 然後 對我們這個 蒸白劑啊 或什麼東西放進去 它才好看 哦 真正的原始的山東大饅頭 就是這個 它饅頭就這樣 哇 然後你今天吃到的饅頭呢 它是今年剛下來的麥子 對 新饅頭 你看這種饅頭 就是我們平時放進糧 糧倉裡面三年以後拿回來吃 嘗麥的 對 糧倉給各位幫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 這個表哥剛剛特別教我啦 我說 因為 麥子也有分 比如說放在糧倉的時間 對 像比較新的 這一次我們這個饅頭 就是比較新的麥子 所以 然後可能它的麥也不知道是多久的啦 對 可能也是 放在糧倉也是一陣子 也有可能 都有可能 對我們不知道 可是它 呈現兩個的顏色 最天然最自然的就是這個 沒有那個好看 但它比那個好吃 沒有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那比較真實 對 因為我會覺得白色的話 我從以前我都會覺得 好像它就是一個麥的那種麥相 對 可是我會覺得 營養價值 我會覺得這個會比較高 比較像什麼五穀雜糧啊 不都會是天這種顏色 對 所以台灣如果 我有看到山東大饅頭 我買的時候 是這個顏色的話 就對了 所以就對了 就真的是一個手工這樣子 自己 那這個基本上很多是 機器嗎 機器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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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兩個味道 絕對會是不同 就是這個饅頭 你們吃的是饅頭 這個饅頭 你們吃的是饅頭的驚奇神 就直入了吃一個氣 對 它這饅頭它常有一個 山東人的精神 對 對不對 這個麵粉 可是從山東扛過來杭州的喔 是扛來這 然後 對 阿姨跟叔叔這樣捏 這樣揉出來 對 它是有加水嗎 這樣子揉 加水 加水這樣揉 然後 哇 怕叫啊 太揉啊 而這個饅頭你看 它一個能頂那個白的三個 好大 它的硬度和它的密度 對 密度啦 來這種時候呢 作為一個美食主播呢 我就要這樣子給它掰開 喔好燙 這個饅頭 還是我買的比較好的 上層的饅頭 這個 因為我喜歡吃饅頭啊 喔 你看它是這樣子 裡面 有這樣一片一片的 一層一層 來 這種 登登 唉唷 這個很香耶 一掰開我就聞到味道 而且它就是比較紮實的 很紮實 一個頂著三個 一個頂著三個 一個頂著一個 而且裡面都看得到麥的那種感覺 怎麼樣 喔 就是有那種植物的味道 植物的味道 很香 有那種 就是你好像睡在竹席上面那個味道 好香喔 超香的 有那種植物的 而且我覺得聞了會口水會分泌 會甜 有一種清甜的感覺 有差嗎 有差啊 這不一樣 喔 這個有點牛奶的感覺 對對對 對 這種饅頭有時候 有一些好像會加牛奶 對 好賣 好吃 對啊 牛奶饅頭啦 台灣最愛賣牛奶饅頭 怎麼樣 好吃啊 好吃喔 好味啦 嗯 很紮實 很紮實 而且這才真的是賣味 哈哈哈哈 麥子的味道好濃喔 就是真的是最植物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沒有吃應該是在這個饅頭 剛剛蒸出鍋那一會兒 對 那一刻是最好吃的 現在那個已經是放了兩天 然後再噴了嘛 對 最好吃就是打開鍋 那一會兒 哇 那個味道是大家現在的十倍的味道 對 好友們 你們知道嗎 我在山東待了一個月 每日三餐都吃這個 哈哈哈哈 山東漢堡啦 對 三東漢堡 三東漢堡 我還在山東 三東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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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東漢堡堡 三東漢堡堡